今年农历新年纽约法拉盛惯例举行了大游行 非常热闹 但很多人都留意到 今年法拉盛的游行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共的五星红旗不见了 过去这几年 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共安排在美国国内的渗透活动进行了清理 法拉盛只是一个标志 美国清理中共势力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做好准备 未来和中共进行一场高强度的全面对抗 目前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局面 那我先问一下郭总编 过去几年法拉盛的中国农历年的游行 每次都有中共五星红旗到处飘扬 但今年的游行 这些旗不见了 消失了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原因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美国方面加强了监视和调查 也处理了一些中共的特务 可能是法拉盛那些人觉得压力太大了 另外一个方面 中共去年经济几乎崩溃了 没钱了 法拉盛搞得很凶的那些人都拿不到钱 比如那个李华洪天津人 他每次都是他主持 他出钱搞 以前有消息报道说 这个李华洪 他的钱来自天津国安局 还有人来 在美国给他接洽 给他发了一个感斗奖 所以鼓励他专门来骚扰法轮功 他每次活动都要给一个人 就是几十几百的 中共现在经济垮了 各地官员和公务人员都在减薪 当然就没有再钱给他了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如美国去年 在纽约抓了几个中共间谍 这间谍有渗透民运中的 也有流亡障人中的 包括搜查唐乐同乡会 就是中共的警务站 就是说这一个系列的动作 是抓了一些中国的留学生 还有一些专家的间谍活动 就是我估计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威慑作用 就算李华洪他说 我铁了心要跟中共 跟中共了 跟共产党跑 但是其他的人都还是害怕 纽约这个法拉盛 因为有大量的华人聚集 有一些中国人说 这是海外的华人的首都 郭总编 法拉盛为什么中共渗透的特别厉害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 说法拉盛是海外华人的首都 其实准确的说是大陆移民那些 大陆移民那些中下层的那些人士说的 其实纽约有三个华人的聚集区 就是在布鲁克林的华人的人数 其实比法拉盛更多 还有加州洛杉矶 旧军山湾区 就更多华人了 但是法拉盛 他聚集了很多从大陆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文化程度不很高 英文也不太好 在美国其他地方生活不太容易 所以聚集在法拉盛 就做一些体力工作 有些人还可能是从事一些非法的 有些非法移民吧 有些是塑成黑在美国了 找工作不容易 收入也不高 就是正因为如此 所以只要有人鼓动一下 骗一下 给点钱 就是非常容易上钩 然后跟着做一些事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那个时候 有一次法轮功在法拉盛举行游行 结果突然间一下子 街上突然冒出很多华人 你不知道哪来的 就出来反对 就是后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了 就去了现场 也问了那些华人 就是一个是 中共在暗中做动员 它各个同乡会 福建同乡会 什么广东同乡会 都在做动员 另外就是统战部 动用了统战部的资源 就是从旧金山 甚至香港专门 甚至他们一个飞机 就是坐飞机过来 相当大一部分 然后他们散布在那个 那里很多餐馆 它还有很多地下室 各个华人的那个 有些商社 它都不是一般的商社 它是联络站 就是分散在那些地方 所以他一时间 刷的华人 从那个各个商铺出来 你都不知道从哪出来的 就是当时 所以他们来组织 他们来参加 纽约的法轮功活动 所以他另外 他也打的旗号 就是爱国主义 就是诬陷法轮功破坏奥运 当时怎么的 就是我们对这个 做了不少的报道 有中共侨领 就是声称了当时 他说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就是可以动用 动员几千人上街 甚至可以在美国法轮胜做暴动 但实际上 其实美国执法部门 像FBI 他们也都知道这些事 但是我在那些 2008年前后 我也跟美国FBI接触过 就是有时候采访 有时候跟他们联络 他们我感觉不太重视法轮胜 原因他们就认为 他们这些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在美国 就是危害都是表面的 远不如就是中共在军事和科技行业的破坏力大 但是这些年呢 我就发现变了 就FBI 对中共在美国的暗中渗透 开始就是越来越重视了 对 这个迹象非常非常明显 陈律师 中共过去这些年 在美国渗透 我看是确实厉害 有很多案件 其实不光是法拉圣 也不光是上纽约这些地方 其他地方 比如说加州也非常厉害 是不是 对 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在加州的渗透 就是说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也是司法部他们宣布了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其实是纽约的办公室负责的 就是说有一个叫刘帆的那个人 他是福建的乔林领袖 然后他还手下有一个白人的原来的警官叫Marshall 他们被指控呢做了一个对美国的三个异议人士进行监视 一个是陈文明 这个是在加州 他是在南加 还有一个是这个刘俊国 就是他的女儿也是那个奥运的滑冰的兵法的 也是他是在北加州 然后第三个人是在印第安纳 应该是应该是刘仲敬 这个其中指控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陈文明先生在加州 他建了一个中共病毒的雕像 就是为了这个是以习近平的面孔为形象的 中共非常恼火嘛 所以后来那个雕像被烧毁了 但是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烧毁的时候 FBI特别的监视证明了说 不是他们抓了这两个人 就是刘帆和Marshall干的 就是在这个被烧毁的那个时候 这两个人是在纽约的 那问题就来了 那在加州的时候 他是在加州的沙漠被烧毁的 那谁在加州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 虽然说抓到了 就是说抓到了两个 这个刘帆和Marshall是一个主要的 但是意味着中共很有可能在那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小组 就在加州 那就是当然是 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案子 也是有一个在新泽西的一个华人 叫徐靖 他是从武汉来的 被中共列为红通的 中共也是派了不少人 甚至把那个武汉的那个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还有那个警察都派了他们来执行任务 最终没有执行 没有成功 当时是把这个徐靖的父亲从中国带到美国来 老人八十多岁生命了 还专门带了一个医生陪着他 坐飞机来到美国 但是那个没有生效 没有生效之后 中国还是没有放松 没有放松 他就抓这个徐靖的女儿这个念头 徐靖的女儿就在加州诺书 那中共就是安排了一个在加州的另外 收买了另外一个在加州的人 来去执行对这个徐靖女儿的这样一个骚扰 那这个也就是说明嘛 那当然是因为加州毕竟也是一个华人 也是数量很大的 所以确实不是纽约这个地方 不只是华人这个整个数量 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加州 一百多万 全部加起来 相当人数相当多 其实我有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06年的时候吧 就是我太太那时候他们是公派 就是到美国来上NBA 他们一个班上大概是五六十个学生过来 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非常奇怪 就是我太太后来跟我说 她到美国之后 她去了几次教堂 然后去了之后呢 然后因为我在公安局有同学嘛 同学就跟我说 她说你叫你老婆 能不能不要去教堂 然后她也知道 我说我太太在美国去教堂 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们当然有人派过去了 所以我当时就感觉 哇 我说这个中共 对这个美国的盛藏能到这种什么 就是一个公派的 一个NBA学习班里面 都有中共的间谍 或者他在街上 我跟你讲 在美国的华人的教会里面 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他去的是英文教堂 因为他想去学英文嘛 他不去那个华人教会 他知道那边很多可能 但是他就这样去了之后 他后来我太太跟我说 他说我就去了三四趟啊 我说你就去了三四趟 就被人盯上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 我说中共这好像对美国的渗透 也太厉害了吧 当时你当时也没警告你太太 你不要乱买包啊 其实最近几年呢 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的执法部门 其实加强这方面调查 刚刚闯创说了很多 一些案子吧 还抓了不少人 对不对 我举两个例子 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2022年的3月份和10月份 这个美国司法部 集中宣布了两起 集中宣布了就是两次 每次其实都是三个案件 去年3月份的时候 尤其是在李静尼律师被刺之后 那一次宣布了三个案子 一个是王苏军 这个他是做这个 因为他是和广东啊 和山东的那种国安 他直接见面了 而且因为他自己 也能经常往返中美嘛 这是一个案子 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那个刘帆和马修 那个案子其实涉及的人挺多的 因为他里面 他们不仅 就是说刘帆是作为一个华侨的 这样一个领袖 华人领袖 但是他执行任务 其实几个都是白人 他一个是佛罗里达的前警官 另外他们还专门收买了 两个移民局的执法部门的 就是让他们 我把这个人民告诉你 你把他们这个 我们几个目标人物 我们非常感兴趣 你把他们在美国 目前的移民状态 他们的移民信息 这个整个资料 他们都拿到 这个是刘帆那一个案子 然后到了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当时正好是参与的 当时是大选的 是中期选举的时候 雄言要竞选国会议员 那么美国 这个中国的国安部 也有一个案子 专门是在破坏他这个竞选 但那个案子很有意思 他只起诉 美国只起诉了 一个国安的人 叫林启明 那个人是在中国 但问题是 他是林启明在中国 只是一个主谋 那在美国一定得有人执行的 其实那个执行的 那个私人侦探 就是中共收买的私人侦探 其实是FBI的线人 所以这个林启明 中共国安部 想做的所有事情 人家对方全知道 所以最终没有起诉 这个在这边 实际做事的人 是这个原因 这是去年三月份 一个其中的案子 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那一次级别就更高了 美国司法部长直接出面 说我有一个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宣布 当时甚至还有人认为 是不是和美国的选举有关系 其实不是 也是讲那个中国的破坏 这个第一个案子 就是对美国的司法体系 是一个过程严重挑战的 怎么回事呢 因为虽然说像孟晚舟这个人 他本人 他本人没有被美国继续起诉了 但是华为这个公司 仍然是美国进行刑事调查 刑事起诉的 那中国的国安部 竟然就帮助华为这一个 所谓他们的是私企的一个公司 来收来打听 美国是怎么在起诉这个案子 他们尤其想收买了一个FBI的人 想知道 就是说美国在调查华为的时候 谈谈了哪些华为内部的人 就是证人 和哪些证人谈 谈话收集了什么信息 他们想知道 然后以及美国打算在行政 在起诉中有什么策略 这个司法部的人 就是说 这直接对我们的这个司法体系 一个攻击啊 还不是像那个 像宏通的那些 所谓的跨境执法 这个我们已经起诉的人 你竟然还想知道 我们是怎么做的 收集到什么证据 这是一个案子 当然另外还有两个案子 就是他们 因为中国在这边 有一些国安的人 想在美国去拉拢一些人 去取一些信息的也有 就是光征 仅仅是去年这两起 就是这两次 就集中发布的六个案子 其实这六个案子 是大部分的就是目前的负责长岛 负责法拉盛 负责布鲁克林的东区联邦办公室 都来负责的 可见他们其实 确实像是这个国总编说的 其实现在已经对 纽约这边华人区集中的两个区域的这个 华人的案子已经其实是足够重视了 可以说 司法部长亲自宣布 还能够 没错 没错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不可能再逆转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在话 美国它在国际社会 它是个国际警察 那么现在国际社会也都看到了 中共实际上是个贼 对吧 这个警察跟贼不可能好一辈子的 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 中共确实把美国给忽悠了 对吧 他就是说我这个要怎么样的民主啊 或怎么样啊 我这个跟你怎么友好啊 但是呢 现在美国他醒过来了 他发现 你原来跟我忽悠了我二三十年 现在是什么 现在你2025计划也好 你发展这个核武器也好 你发展你这个军事工业 你是想把我给干掉 对吧 你这个贼想把我警察干掉 我这么多年 相当于演了一个农夫 就是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那么现在这个警察他醒了